那关系好 对我们生活 有什么影响 当然是对我们 工作生意上 你看看 家庭关系好 生活很美满 与人关系好 生活没烦恼 关系搞不好 痛苦又伤脑 你就知道 哎呀 你看看我们很多家庭的 这个婆媳之争 夫妻的吵架 婆媳之间 这个丈夫难为 都是因为家庭关系没搞 搞到最后 家庭每天积钱不灵 各位说是还是不是 所以记住 我们的夫妻 家庭 只要相处的好 我们经常说 幸福到老 所以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朋友们 要怎么样把家庭和谐 把事业做旺 我们一定要把人际关系做好 我们看看 人际关系对我们的事业经营 有什么帮助 我们说顾客 我们说顾客关系好 赚钱赚到包 人际关系好 变成大富豪 为什么 因为人脉就等于钱脉 我现在在讲经营管理 我们在讲粉丝管理 你这个领导人有粉丝吗 有多少粉丝 粉丝经营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其实他就在讲 你跟顾客跟人建立好的关系 所以我常常讲说人脉 是永不破产的银行